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地狱这回事 地狱众生非常苦 他们没有片刻的欢乐 而我们如果是恶报成熟的时候 也会堕到地狱 而且在我们生生世世 也在地狱待过 没有人没待过 只不过我们又出来了 现在好不容易 所以说这个 如果你相信了这个话 等于你已经读完了地藏经 那里面说的全是地狱里面的 对 就是佛给你描述 因为你看不见 是 铁链的 而且那个蛇呀 全部吓人 是 好恐怖 不是佛拿那个地藏经 来吓唬我们说 哇 你学佛吧 你不学佛 你看你掉地狱多辛苦啊 他不会吓唬你的 佛是随也普度 我的话像法语要留下来 你愿意接 你就受语 法语普降嘛 你觉得你是个和苗 那你就迎风摇摆 去接那个语楼 他不会说刻意的说 你学佛吧 把你拿过 他不会这样做的 他也不会说 以恐吓的方法让你去 他是告诉你 真的有那个地方 在我们进入中阴阶段 就是人死了以后 有一个意识还存在 那么这个意识 他不会死 他有信息 有痕迹的 这一世的信息会影响到 他可能是我们看不起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看不起 他是可能以一种光的形式 或者一种波的形式存在 比如我们每天打手机 你看不到波 但可以知道波是存在的 他可能以某种方式存在的 地狱 我们会有那种角色 知道吧 也许你没有 真的没有刀打你 但是有角色 比如说你在梦中 你有一个人拿着刀追你 你也在梦中很恐惧 跑得很快 是吧 梦是虚幻的 但是你的觉受是真实的 感受是真实的 所以当你的心 进入地狱的时候 你去觉受到地狱的路 你知道那些狱的东西 能不能有什么 有的 只能确实逃遇 你们看过来 不别的 都可以 的人 啊 他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